大家好,我是一样 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腰挫肚子大的情况 想要特别快地瘦肚子 可以多做一些有利于肚子和腰部脂肪消耗的运动 这期我们就分享一个不仅能够捡肚子 还能练出马甲线的动作 这个动作对于腹部和腰部两侧都能够同时被锻炼到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 首先坐在鱼鸭垫上 两脚分开,脚跟着地,与宽同宽 大腿和小腿称90度 上身稍向后轻,背部挺直 和地面称75度夹角 两臂举起,手里拿个抱枕 如果没有抱枕,拿其他的东西或者不拿东西也可以 要把两只手臂在胸前伸直 这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然后收紧腹部 上身向一侧扭动 双臂随着腰腹的转动方向运动 向右转,回来,再向左转 再回来,再向右转 这样循环地做这个动作 再回来中间的部位要稍有停顿 然后再往另一侧扭转身体 这个时候会感觉到腹部和腰部两侧有明显的紧绷感 这就说明做对了 同时还要注意呼吸 转动身体的时候呼气 返回的时候吸气 左右个转动一下为一个动作 20个动作为一组 工作4组 左右组之间休息30秒 想要减肥 除了运动来提高代息以外 还要注意饮食 要从能量的消耗和摄入两个方面来调控 平时可以吃一些低脂低碳水的减脂餐 做减肥的运动 并不是强度越大越好 也不是越多越好 只要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 循序渐进 适当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点还要注意 就是运动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见到效果的 既然做了就要坚持 坚持的时间久了 自然会达到离场中的效果 而不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三分钟热度 所以在减肥期间 一定要结合运动 还有合理的饮食搭配 只有这样才能够健康的减肥 肚子上的坠肉 一般都是因为久坐 缺少锻炼造成的 所以要避免久坐 在饭后 也要走走步 活动活动身体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